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回升至6685点左右 那么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在周三晚上美国时间 特朗普会见德国首相莫尔克尔的时候说到 和中国目前的贸易谈判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因此也给予了市场充分的信心 使得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不仅仅是澳洲本地股市 连欧美股市包括美国股市也终于是止跌反弹 那么欧洲股市在昨天基本上是原地不变 上下幅度大约都是在0.2%到0.4%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有轻微上涨 涨幅约为0.1%至0.2% 那么在黄金和石油方面 金价由于之前股市的震荡 目前回升至1480美元附近 而油价目前则稳定在58美元 比特币价格没有太大变化 依然是在8000美元以下 目前最新报价大约是7300美元一个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要说一下的呢 就是大家知道原定于这个是美国将会在12月15日再次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 那么现在距离这个时间呢仅仅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中美两国的谈判之间是否有新的进展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6到8个星期 我们知道呢 其实从10月中开始呢 就已经传出中美两国在口头上已经达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但是呢 现在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 这个双方最终迟迟没有签字 那么11月16号的时候呢 当时是智力本身是要召开G20峰会 但是由于智力当地的一些问题呢 使得这次的峰会被取消 中美两国的元首呢 也因此错过了见面机会 那么从11月16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20天了 依然没有这个最终中美两国元首见面 或者是确切的签字时间 这也使得市场呢 是纷纷开始担心 12月15号之前能否完成第一阶段的签字 这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本周一 二三澳洲股市 美国股市连续出现下跌的 主要原因 因为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特朗普说了一句非常不靠谱的话 他说到呢 他并不介意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的时间 推迟到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后 这个话呢 直接就是让市场是炸了锅 因为我们知道呢 现在澳洲创新高 美国创新高的基础和前提 是来自于什么呢 是来自于我们叫做 这个现在对于中美两国能够在12月15号之前签字 是这样一个认知 那么现在如果12月15号之前不能签字 那么之前的种种上涨 累积下来的上涨都将会 我们说到呢 前功近起 或者说市场会有大的回调 那么幸好我们说到是连跌了两天之后呢 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都出来讲话 这个我们在特朗普呢 也是说到 不仅仅是跟默克尔说到呢 中国和中国的谈判进展比较顺利 同时呢 在今天早上 世界第一财经媒体叫做博盆社 他的第一条头条也是发布了新闻 说到呢 这个对于中美谈判 美方的谈判代表呢 对于12月15号之前签约 依然是有很大的信心 中国的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也是说到呢 目前中美两国的官员正在密切的联系 就双方的这个关税逐步削减问题 正在达成一致 所以呢 中美两国在过去两天内发表的各自的讲话 也是让市场呢 安定了不少 终于也返回来了不少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现在呢 让我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中考或者是高考 你考完之后呢 要等待的那几天 放成绩的时候 感觉上自己的命运呢 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这个整个市场的涨与跌 目前都在等待着 下星期12月15号之前 双方能否达成一致 因为一旦再次开始加息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欧美股市包括澳洲股市 必定将会迎来一番腥风血雨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来说说一些题外话 在过去的几天中 我们有一些客户 包括我们我个子 有一些朋友呢 也是说到 这个中国呢 在过去一两年呢 P2P的爆雷是接连不断 不论是大的平台 还是小的平台 只要是P2P 基本上都爆雷 那么有一些朋友呢 也是刚移民来澳洲 他们问到呢 麦克你在澳洲 会不会也遇到 这样P2P的投资项目 被爆雷或者被诈骗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在这里 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很多的P2P项目呢 由于其本身 并不具有 这个我们说到金融资质 因此呢 其实才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个违规的项目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 相对来说 摆明了要骗你的 或者是明目张胆骗你的 这个金融诈骗 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的 因为澳大利亚毕竟 它这是属于一个 相对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 相关的法制和条例呢 也比较健全 因此对于投资人的保护 还是非常的及时的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说 任何的投资项目 它都有风险 你没有风险呢 就只有银行的定存 国库券 或者是一些特大型上市公司的 这个公司债 那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呢 风险和收益 它永远是正比例的 很多时候 在中国啊 这个投资者 或者说是散户投资者呢 都是想要的是保本 同时又想要高的回报率 这是几乎来说 是不可能做到的 给了你保本 又想一年赚15% 这么好的事 你说银行咋不去做呢 亿万富翁怎么不去做呢 那为什么这个巴菲特30年 也只能保持在20%到30呢 是不是 如果有一本万利 没风险 还能赚15%的事 那我可以把房子全抵了去投啊 所以有投资者问到 那个悉尼 那个不是有一个楼花 若兰集团不就是爆雷了吗 在这里呢 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说到若兰集团 或者叫诺兰集团 他说他们是这个金融诈骗也好 或者说是庞氏骗局也好 其实在法律上来说 他们不是骗局 在法律上来说 很多的楼花投资者 把自己10%到20%的首付 以公司无抵押贷款的形式 借给了诺兰集团 诺兰集团 那么诺兰集团的回报 是15%到18%的年回报率 所以很多投资人觉得 我这个钱首先是首付的 肯定是安全的 一年还能收到15%到18%的回报率 那这么好的事 我当然愿意做 但是大家用脑子想想看 没有风险 15%到18% 哪有这么好的事 应该说很多时候是贪婪 使得很多投资人 忘记了风险的存在 当然有可能 他们在和投资人解释的时候 并没有说清楚 这是具有风险的 你的钱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借款行为 而并非在这个律师保护的信托账户 这个是违法的部分 但是其本身的合约是完全合理的 就是一起普通的商业借款行为 所以说在澳洲如果要摆明了骗你的钱 其实它的付出的成本或者代价是很大的 如果是持有金融服务牌照的公司 将会因此而吊销牌照 从业人员也有可能被禁止从事本行业几年 甚至于终身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些高成本的违约代价 帮助这澳洲的散户投资者 阻挡了一起又一起潜在的诈骗风险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只要是有金融服务牌照的 只要是正规的公司 它的相对来说风险比例是很低的 因为你一旦持了牌 你就必须抵押高额的资金在监管机构 一旦出了事 首先这几百万澳元的保证金 是别想拿回来 相关的责任人很有可能将会负上 民事和刑事责任 这在以信用体系 非常注重信用体系的西方社会 是非常大的代价和成本 一般人是不可能为了几万块钱 甚至于几十万澳元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咱们是私人投资 私募基金或者是几个人入伙 而做一个生意 那么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个个人行为 或者说一个小团体的行为 并不受到太多的 我们说的监管保护或者是法律保护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做的一些私人投资 几个人入伙做生意 还是需要稍微谨慎一些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星期五 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更多疑问和问题 随时拨打电话8658-0602和8658-060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